歡迎蔡英文主席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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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跟大家說幾句話 蔡英文的青年朋友 這邊是中年是不是 大家好 我沒有期待今天有這麼多媒體在這裡 我以為這是一個蠻輕鬆的場合 可是進來的時候才發現說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媒體在場 可是我也坐在下面觀察各位好像都不怕媒體 那這是一件好事 就是我們的年輕人也好 或者我們的中年人也好 都不怕媒體 這是一件好事 我們也看到了我們這個 年輕的女性也好 中年的女性也好 看到了自我的這種信心 還有對於自我的成就的一種信念 剛才說你們平均23歲是不是 我想我23歲的時候 大家也不敢對著媒體講這麼多話 但是雖然你們是中年 我看你們也其實是蠻年輕的 能夠在每一個場域裡面有自己的創業 我也覺得很羨慕 因為我從來沒有創業過 民進黨雖然是繼承家 就繼承一個既有的產業 那創業的過程確實是很困難 所以我今天看到這麼多的女性在這裡 展現出來的自信 跟這種對於未來的這種挑戰的這種能量 我真的看得非常的高興 這裡還有稿子 各位聽一下吧 明天 我們為什麼選在今天呢 因為明天就是3月8號的婦女節 所以我首先要在這裡祝大家婦女節快樂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當然未來的臺灣 會是性別更平等的社會 大家不只是這一天快樂 天天都可以快樂 那今天的記者會的主題 我後來發現了 坐在這裡聽了半天言以後才發現說我不是主角 那今天的記者會的主題是新女力 剛剛聽到我們即將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NGO週邊會議的年輕團員的介紹 我真的蠻高興的 就是說我23歲的時候我在做什麼呢 我正在念書 沒有機會碰到美琪 那也因為在國外念書碰到很多外國人 但是我沒有參加國際組織的經驗 那麼各位有這樣的機會去國外參加國際組織 跟其他地方的年輕人的互動 我覺得是以這一代的 這一個世代的年輕人 一個很好的養成的機會 而且我看著你們 你們到國外去看起來 一點都不輸其他國家的年輕人 但我不知道你們英文好不好 可是你們有好幾個是外文系畢業的嗎 是不是舉手給我看看 希望你的 為什麼後面有人舉手呢 所以 那中文系的怎麼辦呢 OK的 OK的 所以 我覺得看起來我們的這個年輕世代的女生 參加國際會 因為國際會我參加很多 這個倒是真的 看起來一點都不遜色 希望你們這次表現結束 讓人能夠真正的體驗 就是說一個台灣剛剛選完一個女性的總統 派出了一個女性的代表團 是這麼樣的傑出 那我們有相互的幫忙的這種 幫襯的這種效果 我作為一個總統當選人 而且是一個女性的總統當選人的身分 站在這裡 有一些想法 倒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長久以來 我們的印象就是好像是 男性才是領導國家的人 但是 在過去 事實上在很長的一段的歲月 我們真的要謝謝我們很多 複印前輩的努力 讓很多人拋棄了刻板的印象 在2016年選擇了一個女性 來擔任我們這個國家的總統 我相信這是台灣性別平等上面的一大步 我也相信跨出了這一大步之後 有更多的性別刻板的印象會被扭轉 未來我們大家不會再認為總統只有男性可以做 大家也會相信不管任何工作 能不能升任 看的是能力而不是性別 那麼我們在座還有兩位優秀的立法委員 一位是林靜儀 她過去是一個婦產科醫生 也是我們的婦女部的主任 其實我們還是蠻高興 居然可以請到婦女部 請到婦產科的醫師來做我們婦女部主任這件事 以前是很難想像說 一個專業的醫師會跑到民進黨來做婦女部主任 這件事情我對於我自己的創意還蠻滿意的 另外一個我對我的創意很滿意的就是于婉如 她是一個新創事業的經營者 同時她也是一位媽媽近來非常有名的媽媽 她們都是職業婦女 在家庭職場間不斷的轉變自己的身份 那我相信她們能夠體會到很多婦女的或者女性的苦惱 這也是我提名她們當任立法委員的原因 我希望透過她們來推動台灣性別平等更往進步的方向走去 那我還記得選前在台中的婦女之夜 我宣誓要讓台灣成為一個多元平等性別友善的國家 這個就是我擔任台灣 2016年5月20號以後的總統 應該要努力去實踐的一件事情 要做到這些 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讓國家負擔起更多的照顧責任 過去很多的照顧負擔都在家庭 尤其是家庭當中的女性身上 我們要透過普遍照顧系統的建立 來分攤家庭的照顧負擔 事實上這個是中年以後的婦女 常常會有一個家庭負擔的問題 而且是非常非常沉重的負擔 那我相信家庭的照顧不再只是婦女的問題 而是整個社會要共同承擔的事情 那也就是因為如此 我們也必須要創造出來一個體系 讓整個社會共同來承擔 傳統上婦女在家庭的照顧責任 那另外我們要做的 就是要建立一個更性別更平等的職場 性別平等工作平等法通過以後 其實還有很多地方政府應該更鼓勵 或者是更進一步的推動落實的地方 那我認為應該要透過立法往前推進 不僅是要杜絕其事 要更做到的不要讓性別成為職場的天花板 在選前的那一天 我還告訴大家說 我希望未來台灣的小女生 在寫我的志願的時候 也可以寫下我要當台灣的總統 我相信從今年開始 會有很多的小女生覺得這是一件很可行的事情 也會在他們的志願裡面多了一個 以前比較少出現的選項 不過我也要告訴他們 中共只有一個 所以機會可能會比較小一點 台灣正在改變 新世代不斷地在推動社會往前走 那我很期待我們年輕世代的叛逆 堅韌以及創新 可以作為我們台灣最強的動力 那我更期待我們年輕女性可以勇於挑戰 推翻我們社會的刻板的印象 其實我覺得已經推翻得差不多了 那在下面就是我們這個女性要挑起這個國家的責任 那當台灣的社會有一天要把 把出現女總統當作一件很稀鬆平常的事情 也不需要在總統、立法委員、醫師的前面 特別加上女志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更接近平等的時刻 在我當選的時候 國際媒體還是說第一位女總統的 那麼當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如果我們又有一位女性當選的時候 台灣又出了一個最具時代代表意義的總統 而掃掉那個女志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我們真正成功的地方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那我不是鼓勵你們一定要選總統 只要你們快樂、平安 對於自己的生涯充滿了信心 對於自己的人生也充滿了期待 這樣就是很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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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小姐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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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